大家好 我这一颗夜来箱前多时间跟大家分享过一次给它换盆 然后给它做了一次大的修剪 当时已经剪的光光的一张叶片都没有 现在这个新枝条长得是非常多非常的茂盛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夜来箱我们必须要给它大补 因为现在初冬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这个时候不给它补一补的话 那么到了冬季它就会生长得非常缓慢 那么具体要怎么给它补呢 这个时候给它大补就是给它补充这种发酵好的干羊分 因为这种干羊分它的肥效非常的好 而且在入冬这段时间能保证这个盆内的温度比外界高 因为这种农家肥它里面的热量会比较高 我们使用之后它这个盆内的温度会比外面要高一点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夜来箱能在入冬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生长 我们给它补养分方法一定要把握好 先把表层的土壤给它松一松 然后再放上几桩 两到三桩 浅埋到这个盆的周边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步就是加速这个养分分解里面的有机制 那么我采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一种 椰母原路 因为这种椰母原路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有育活菌 养分里面的有机制 在这种有育菌的作用下 能快速的分解成养分给这个夜来箱吸收 我们只需要在一千毫升的精水里面加上一小杯 我们用这种椰母原路兑好水之后 最好静止一个晚上 先给它活化 这样的效果会更加的好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给它静止一个晚上了 直接就用这种椰母原路不单可以分解有机制 还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育微生物 那么土壤中的有育微生物多了 有害菌就会变少 就可以提高夜来箱的抗性 减少病害的发生 那么这种椰母原路不单可以拿来 浇灌根部改善土壤 同时还可以拿来兑水给它喷湿叶片 这样的话可以增长叶片的光合作用 提高它的抗性不容易得一些穷害 尤其是这段时间 比较容易得一些牙虫 如果说大家也想要给自己的夜来箱补一补的话 让它来年开花更多的话 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